小黑我愛你 靠叔我愛你 千童我疼你 這個不夠了 女生就不要說這些話了 上次打和 總之阿Jer Fever真的挺厲害 講完 吳林峰 作歌 他作歌很好聽的 大家找他作多些歌 有一段時間我都覺得 寫歌給人好 寫歌給自己 那時候是會害怕 就是覺得出一些東西 被人聽到 或者播放一些東西被人看到 是不是一件好的東西 那個Show之後 都不需要模糊 唱歌和寫歌可以並存 都沒有想過 原來是自己是 大家還記得我唱歌 如果是怪誰出錯 我女朋友經常叫我 清一清一些過往的照片 我一直都懶我 沒有理會 有一晚終於清 清的時候 你看到一些照片 你會有一個感覺 然後你要學會放下 我就在那個Mood裡面 慢慢地想回畫面 寫了這首歌出來 是去年的年頭寫的 那個過程很搞笑 跟樂壇已死很相似 這次就倒轉了 就是我有一晚 很有Mood 寫了一條Melody 我都寫上Story 然後小刻就問我 不如讓我填吧 收到訓詞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 很有畫面 然後我第一次想到 我也是很希望 卡叔叔幫我去做編曲 和監製 我覺得那個感覺就是 你要搶一段關係 如果自己唱太過自私 那樣東西應該是 大家都有 藍龍你都有 然後因為千同百聲 是我真是 很喜歡的一把聲音 溫柔得來很有個性 過性得來很有溫柔 總之我很喜歡他的聲音 我想和他合唱很久很久很久 本身聽到編曲 我覺得那樣東西好像 你要很成熟 其實成熟是在於歷練要多問 但問題是 其實力量是少 其實也不是 只不過你不斷在想的就是愛情 愛情 當錄音的時候 卡叔叔說了一些 你嘗試不要只想愛情 你嘗試幻想一下 你很喜歡的一支結他 他有一支一日會難 那到時你會怎樣面對 你會不開心 又或者你一個朋友要移民 他不再回來 那首歌裡最大的一個點 就是你學會放下 放下的可能是一段關係 你真的放下的 但放不下的是一份回憶 我當你有一天可能 你和朋友經過 不要說愛情 你和朋友經過一間酒吧 有天可能你們 他容易問 有天你突然經過這間酒吧 你都會捉景相情 這份回憶其實是好的 但你純粹要學會面對它 這份回憶我覺得我們很壞 我們這次找到Crystal和Ronald 他們真的是一對情侶 現實世界當中 真的希望他們在MV裡經歷一次 被人求婚 結婚 最後要簽子離婚 很殘酷 是呀 真的很殘酷 誰在意分手的相同有多少 誰習慣分開的款號或節目 其實這段影片前面出現過 問多次來 你是否真的不明白這件事 第一個就是 誰在意分手的相同有多少 其實是一個問號 最後那個我自己認識到 就是這一段 那些問號全部變成句號 是一個總結 我一開始談過MV的時候 我已經很執著 我說我一定要笑著哭這個畫面 開始的地方我們留下了證據 而結束的地方我們遺下了證據 一些可能親人離開 也有的 上年都有的 那些真的慢慢都在學習著 那個就真的一輩子了 那些日子你最深刻的 那些回憶你經歷過的事情 我經常都很遺憾我中學 沒有怎樣認識朋友 我大學很讀的 我沒有怎樣跟家人聊天 我覺得這些都是遺憾 如果真的說話 我希望未來可以好些 我中學去到V5開始 我開始不跟別人說話 變得很自己 不知道 我覺得大家好像不明白我 那段時間是這樣的 不知道為什麼 那段時間是這樣的 然後去到大學的時候 由二年才可以跟別人說話 未來可以享受多些生活 只想音樂 很大程度 你所想的東西 所寫的東西 其實都是生活給你的 那段時間是這樣的 那段時間是這樣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